我們看到這個G77頭 工業國支團的外長 會談在英國倫敦這項 這件事已經發生以來 繼續會完後 他們前一項面對面的會期 這次的主席是 倫道告到英國倫敦 這件事說這是定性 可能是成功 影響力和處理一個問題 要怎麼應用 中國跟俄羅斯 這些議題的好機會 美國國務卿布林 放到日本 還有南韓外交部長 紀憲過雙邊回答後 蔡山阿波和黨 投資英國外相拉布記民 討論向香港同意目標 請求阿富汗鐵軍 中國伊朗 還有沒有頂頂的議題 也替美國總統拜登 頭一次出訪 後來還會在英國紀憲的G7 後來會報道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barely 100 days old but has already taken a huge number of bold and very welcome steps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glob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and that's really created momentum and efforts to tackle these pressing global issues 赤山剛好是英國正修上邱吉爾 在美國米蘇里支援 西邊市行營 燃燒75.9年的日子 布林肯英勇 英勇邱吉爾的位 強調英國和美國之間 特殊優惠的關係 布林肯英勇 南部在會議當中 就有黑客人的局勢 提出希望G7建立快速反應機制 來對控國羅斯激進的攻擊 說到中國的時候 他說有必要站出來 行為開放市場跟民主 美國官員願望透過這次的會議 跟民邦討論要如何為結局 這次在倫敦基行的外交部長會談 是位日空19年4月分 法國在哪兒會議之後 兩年來G7會員國 前一場面對面是替的會議 除了英國 美國 中國 法國 義大利 加拿大 日本的外交部長以外 還要邀請澳洲 印度 韓國 當南亞國會的官員出席 找三國國相變會議結束之後 正是會議會在採事和採事 來舉行 在考慮的方向進行之下 到時會議會有限定的台檢站 還會爭議會對代表團的人數 恭喜市民 歐規文 便宜 謝謝 謝謝 感謝 聯邦